退休金呢 大家有没有经常看到在小区啊 在公园啊 或者是在一些老人聚集的地方 经常每天聊的话题 一个就是退休金 另外一个就是聊医院 那么咱们今天讲退休金呢 说现在的退休金几乎每年都在涨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差不多已经接近20年了 在前15年 几乎都以百分之八 百分之十的速度在低增 那么最近这几年 由于经济的调整啊 各方面的不是很如意 即使是这样 退休金仍然还是在涨 但是有些人呢不满足 那我就听几个大爷啊 在这个公园聊天 抽着小爷聊天 说王哥你现在退休金开多少啊 五千多块钱不多 不够花 老弟你开多少钱了 我也不够花 还是那点七千多块钱 除了给儿女的剩下自己看病吃药了 也不够花 大哥那个大哥你开多少钱 我不到八千 也没怎么涨不到八千呢 话好像说起来很容易 但是大家知道吗 全国相关数字的统筹 显示 国内退休人员大概接近三个亿 2.8 2.9亿左右 而真正每个月退休金能拿到五千 五千以上的 有多少呢 两千万 也就是说不到百分之十 百分之七左右 大家想一想 你的退休工资已经占到了全国人民退休的 这个工资的百分之九十几了 你算不算是高工资 有的人开五千多 六千多 七千了 八千 还不满意 那我和大家讲 透露一下 我爸在工作前十几年 那工作给这个工单位给交一部分 后期呢 改制下岗了 自己去交 已经交了二十几年 目前还不到两千块钱 而且像我爸这个年龄 或者是这个工种 在社会上同层次的人 几乎都是这个水平 一千多两千多 尤其是在北方这个以前的 说的国企啊 听上去好像很很高大 其实国企和央企是两个概念 国企的工资 现在退休就是两千块钱左右 央企要高啊 大概可能高很多 那我们盘点一下 现在退休工资能超过五千的工种单位 有几个呢 第一个 央企 央企由中央直接管辖 这种机构非常的少 比如说像这个三大运营商 烟草 电业局 这都是工资特别高 还有一些就是 百分之 这个百分之七 这五千块钱以上工资都其中在哪里 一线城市 二线省会城市 大部分的百分之都是他们的地方的 本身人家这个工资就高 服务待遇就高 服务也大 那还有两种职业是什么 教师和医生 两个属于除了央企以外 特殊的服务行业 他们既有专业技术 又有一德师德 所以他们是特殊行业 比较辛苦 属于纯纯的专业性强 但是还需要有服务精神 那除此之外 没有太多的超过五千块钱的 就像我之前讲过 现在 十大铁饭了 对吧 你包括公务员 现在能不能开到退休金都五千多呢 不一定 公务员现在的工资不如以前那么高了 只要是属于 央企的 他的工资才比较高 像我刚才说那几个 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工资高呢 就是 部队的文职人员 那他们的退休金一定会很高 他和地方不联系 对吧 所以说 如果你的工资已经达到五千以上了 你应该非常的荣幸 不要再半月很少了 还有开一万的呢 一万的连百分之一都没有 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维持在 一千五到两千五之间 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这个水平 对吧 嗯